马哈迪 陈国伟 莫沙布 慕尤丁 希望联盟各党主席在部城齐聚一堂 不为别的 只为了要会见内政部长阿莫扎西 希望联盟今年7月亲自到社团注册局提交申请 要求让西蒙成为正式的联盟 不料4个月过去了 连个消息都没有 眼看大选步步逼近 这几位中两级领袖也开始着急 于是在今早10点45分 亲自到内政部找部长了解情况 不过一众西蒙领袖在待了半个小时 只得到这样的回应 我们告诉说 政府正在终于联盟主席 当然 这件事比较大比较大 比较大比较大 敦马哈迪在短短几分钟的记者会重申大失所望 更透露 注册局之前毫无答复 让西蒙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直到今天才被告知 原来土团党和火箭就是问题所在 在当初就没有发生的事情 全国有出席的事情上 但是这些事情上没有回应 没有说到有没有 或没有 我们在上的事情上 我们在身体上的事情上 我们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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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事情上 因为我们会有关系的事情上 我们有关系的事情上 我们的事情上 是因为我们有关系的事情上 敦马强调只要政府的要求合法合理 西蒙绝对配合 不给政府带来麻烦 因此希望当局尽速处理并批准申请 让西蒙有足够备战时间 与此同时 行动党全国主席陈国伟则透露 火箭将敦促机查公司在这个星期内完成工作 以尽早成交从选结果报告给注册局 好让西蒙的宣请尽快获批